诶 你快看我的膝盖在发光诶 帮助你的皮肤保湿 我要来做一个美景的按摩 嗨 我是Una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一个礼拜了 大家都朝着新的目标前进了吗 像我自己给我的新年目标 其中一个就是要好好的爱自己 尤其是过了25岁以后才慢慢开始感觉 让自己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身体保养步骤 因为现在冬天天气冷嘛 我的皮肤又天生比较干 所以我现在每天洗完澡之后 都会做身体的保养 那我自己很喜欢用的一套保养品 是克里提娜的图朵拉韵月身体保养系列 他们家这组图朵拉韵月系列 选用的是南发原生草药和植物 独特的富裕香氛调性 可以安抚烦躁的心灵 放松一天的疲劳哦 那全系列共有四样保养产品 包含了一整套的保养流程 那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使用这个韵月蜜糖磨砂膏 它是做一个很厚实的玻璃 平身非常有质感 那这款磨砂膏它使用的是可以食用的测糖成分 可以温和的去除老肺角质 而且它的花香味闻起来让人很舒服放松 我自己呢都是在洗完澡皮肤还有点湿湿的状态下磨砂 直接用掌心按摩轻轻的去除暗沉角质之后呢 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磨砂完的膝盖啊皮肤摸起来更细致 嫩嫩的很舒服 那去完角质之后我就会再用这罐韵月丝柔身体喷雾 它是做这样子喷头的设计 它的质地是这样子有点透明度的水乳状 非常的清爽又好吸收 那我会大面积的把它喷在皮肤上面 然后再把它推开 这个步骤呢可以帮助你的皮肤保湿 就像是我们擦化妆水的感觉一样 最后我会再擦上这个韵月身体舒缓护理油 它的质地呢是偏浓稠的浅黄色油状 是植物萃取的护理油 所以味道闻起来非常的疗愈 我们一样把它均匀的擦在我们的腿上 涂抹菌之后我会顺着肌肉的纹理 简单的按摩放松我的大腿肌肉 用捏柔的方式呢 这样按摩非常的舒服 也可以帮助按摩油更好的吸收到皮肤里面哦 我们可以再搭配这样子的居家按摩器 去放松按摩我们的大腿 还有小腿的部分 这样子按摩啊也可以去帮助改善皮肤的一些橘皮温 而且很舒服 那我很喜欢这瓶护理油的地方 是在于它吸收完之后是完全不会觉得油腻的 像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天我老公回来的时候 我就很兴奋的跟他说 诶你快看我的膝盖在发光耶 它那个发光并不是因为它油腻所以发光 而是因为你的皮肤很保湿很水嫩散发出来 那种肌肤的光泽感 我觉得很厉害 那大家不要以为这样子就保养完咯 其实你们知道最容易曝露年龄 但又最容易被忘记要保养的地方是哪里吗 其实就是我们的脖子 你们看脖子如果有纹路的话 是不是就很容易泄露你的年龄 所以我们特别的部位就要用特别的保养品来保养 这一罐图朵拉韵月香芬美肤 又是克里提纳他们家的明星单品 那它是做这样子滴管式的设计 那它滴出来的时候呢会是油状的质地 它萃取了多种精纯的珍贵精油成分 还有我最喜欢的薰衣草香味 那我自己呢会先取两滴的美肤油在手上搓开 然后深吸一口气 然后我们带到耳朵做一个可以帮助放松好入睡的按摩 耳后这里的位置 这样的按摩很舒服之外 有这种疗愈的香气 配上这样的舒压按摩 可以让你晚上睡得更好 再来我们一样取个三四滴的美肤油 我们要来做一个美景的按摩 那一样先在手上匀开之后 闻香 那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这样子一个简单的美景按摩就完成啦 我觉得这款美肤油它的吸收速度是真的非常快 简单按摩一轮之后啊 脖子上面完全不会觉得油腻厚重 用美肤油来保养脖子啊 可以改善脖子上面因为干燥产生的一些干纹 也可以避免暗沉造成脸上跟脖子有尴尬的色差 除了可以单独使用之外啊 也可以把它加在脸部保养的霜肋里面来增加保养品的滋润度 有了图朵拉韵乐系列之后啊 在家里就可以轻松的保养 藉由它发式独特的富裕香氛 再搭配按摩的手法 可以达到身心灵的放松 而且克莉提娜也有推出开运银春换彩美颜礼盒 都可以在克莉提娜的门市购买到哦 更详细的资讯我也会放在资讯栏里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自己去逛一逛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也别忘了帮我按个订阅哦 拜拜